东方来海的冷冻水饺知名品牌湾仔码头 昨天宣布台湾高雄厂已经在7月31号观赏了 解雇了78名员工 得到目前的库存水饺卖完之后 湾仔码头就正式离开台湾 湾仔码头母公司台湾通用末房表示 这几天 这几年呢 台湾的外食组都比较喜欢吃现煮的或是养生料理 因此冷冻食品市场不断萎缩 不过其下其他的子公司商品 包括绿巨人玉米罐头和知名冰淇淋 Hagen Dazs在台湾销售则不受影响